大放送活动 他在乡公所在每年过年前 都会去班内下春联大风三花动 礼拜几天后在公所讲到六十天开 会中邀请到到位宿佛民家 争来现场会合 近很多乡亲争来拜对家庭 每一位老师都相当用心来设计日行 并且希望可以就处逃一个好记者 每年我都来临这个春联 大家都很高兴 是我们泥池乡 公所乡长和那个图书馆联合 起来举办的 连这个都大家每一户都很高兴 因为我觉得 乡公所办这个活动真的是很好 希望他每年都办 尤其我每年都拿到这个 云春纳湖这个门脸 这个春联 我觉得我好高兴 所以我很喜欢 我当中对那春联会好 今年为老师也特别宣伴 现场整理二位創作 一起安排面中自己DIY 后面总是上东家义 用业拜堆收一面家卫作 这种安排 要让那些乡亲 提早收到过年的习池 今年我特别不仅是 我们有现场年化的制作 还有一些 小时期的这些 手工艺品的现场 教作非常地豐富 非常地豐富 非常地豐富 我们希望 透过在过年前的这个活动 来带来我们 我们介绍一个 平民一片的这个蜜蜜 也希望说 因为这样一片的蜜 可以感染到命中 马年能够让 鱼池乡的所有的乡民 马上幸福 马年行大运 马上赚钱 那我们在这边 也很荣幸的 每一年都受邀来 为我们 那个鱼池乡 整个乡的乡民来做服务 这样也大家也显得 很热闹 而且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这个门年的书写活动 做一个推展 跟让我们所有的书画家 有一个花卉的空间 南岛官阎底下是聚会的表示 这次华东 以够可以提供 2500头的春天作品 提供给前来领处的民族 也希望这些民家 台湿作品 可以让乡亲 看得到欢喜和喜喜 过一个好年 记得金文算 彩虹报道